小犬台风尽管还没有碰触到台湾 但外围环流已经为澎湖带起了七级的风速 往返马公嘉义的客轮全速停航 有游客赶到机场候补机位 迟迟没补上气得叫大家以后别到澎湖玩 有专跑嘉义航线的客轮动位较轻 基于安全考量停航 但跑高雄航线的澎湖轮将近万顿 昨天早上9点高雄出发的航班还是照样航行 表定下午4点从马公航向高雄的航班也没变动 所以还是有乘客试着到售票口预定座位 民众说他是有订好机票 但因为宠物托运的手续他还没办好错过了 而其他的航班都只剩下后部 他只好来看看有没有澎湖轮的船票可以买 买不到机票而且部位的人比较多 是不是怕说明天后天是 对台风就比较难回去台湾了 也不知道怎么办啊 飞机那边都是都客满了 由于往嘉义的航班全速停航 空中航班则不受影响 有时赶往台湾本岛的民众或者是结束行程的游客 还是只能上机场后补机票 但机场出现排队后补的状况 游客说他们一团30多人原定今天搭船回嘉义 结果到了昨天下午3点多才通知船不开了 通知的太晚他们来不及订机票 只好今天来到机场派后补 因为小朋友还要上学 无论如何都得后补回去 搭船回去 昨天下午通知我们说 船三天不开 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昨天下午就来等 等后补位飞机 等没有今天早上7点就来等 等到现在不知道 你们要飞往哪里啊 飞往台湾 任何地方都可以啊回台湾就好了啊 可是他们这边好像不积极处理 就是叫你等 有就做没有就自己想办法 所以这样的观光以后 我自己啦不敢来盆污玩 朋友要来建议他们不要来 马公航站也表示 今天各航线都是客满的 受到了小选台风的影响 航站有数十人候补定位 他们会持续的观察 若持续没有候补上 会协调有没有征搬 或者是放大机型的可能 小选台风带来的气流影响不效 让原定昨天回程的游客 只好一边等待 一边抱怨 抱怨这小选来的不是时候 记者 陈荣誉报道